晚上好 可能大家會覺得奇怪 好像現在晚上才來看樓 或者介紹這個單位 其實現在是7時半左右 我想問大家 其實我們在家的時間 是日後多還是夜晚多呢 很多客人看樓都會選擇 早上看得清楚一點 有沒有細邪 這些是對的 但我想說 當你買了一層樓之後 其實大部分時間 日後可能在外面工作 反而回家是這個時候才開始 大部分時間由夜晚到第二天 才有家的時間最長 感覺如何?反而是重要 第二件事 可能有些聲音會否在夜晚 才會比較吵 日後可能沒有感覺到 或者感覺不到 還有一件事 很多時候在單位裡面 例如高層的景觀當然比較貴 但一般中層和低層 就算銀行股價都是中層的低層 很多時候成交出來也是這樣 但很重要的一件事 可能你晚上來看的時候 例如有些樓 基本上是看樓景的 你中層看著別人的單位 反而低層看著平台 晚上可以更舒服 我亦建議業主 若樓層不是那麼高的 你可以配合一些經濟的時間 或者閒的時間 和分的時候來看 可能有事有以上不到 可能賣得比中層更快 我們先看看這個單位 剛才我站在這個景前 你看看晚上 是否確實晚上 有燈光平台 反而望出去是頗舒服的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可能在單位樓上 當你看不到下面這個平台 只是看著前面 看著這支樓 基本上 可能這個樓層 價錢是吸引得來 還真是非常非常划算 看完景觀 我們看看 晚上的感覺 因為這個單位刺激 沒有什麼特別的裝修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它有兩盞吊燈 晚上的感覺 這個單位完全很安靜 這個單位 這個主人套房 這裏是廚房 我們看看後面 確實經過客廁房 確實實 完全的感覺 是一點都不讓 中層或者高層單位差很遠 我們再出入露台 就算我們坐在這裏看出去 如果關閉了燈 景觀更加美麗 完成吧 這個不過 budget 但是 包吵 佢